跑步适合什么耳机呢? 古传导耳机 对于户外运动的群体来说 古传导耳机能够听音乐 以及关注到周围的环境音 充分地保障了自身的安全性 这也是古传导耳机最大的优势 同时在运动健身考虑上 古传导耳机会有更加专业的体现 例如稳固性啊防水防汗啊 以及续航性等等 古传导耳机无需入耳 就算长时间佩戴 也不会出现耳朵疼耳鸣等问题 反而因为无需入耳的缘故 解决了听力的健康问题 给大家看一下这款耳机 耳机不对准耳膜 挂耳式无需入耳 不像那些入耳式或者头戴式耳机 会产生耳朵胀痛啊 或者耳压不平衡的感觉 这一点可能需要长时间 佩戴耳机的朋友深有感受 耳机戴久了 一摘掉会觉得耳朵很不舒服 而且感觉听力大不成钱了 那么这款古传导耳机 能让在听见你想听的东西的同时 也能够注意到环境的声音 这点主要运用在运动中 比如我们喜欢城市夜跑的话 我们可以随时注意到过往车流的声音 以及运动过程中会更加的安全 像我们有一些话牢的选手运动的时候 就会拉人讲话 但是又一边想听歌 那么就特别的适合这一款古传导耳机 会有些人因为戴耳机的汗水流进耳朵里 导致耳朵里面老是出血 所以去医院看了才知道是中耳炎 我们需要多了解一下古传导耳机 至于它 都能盛查清楚 记者 中 nhiên os 有 愈 语 现在